大家好,又到100個怎麼辦的時間 最近經常有家長問我 如果孩子沉迷社交媒體、上網 要去網絡找資料,那怎麼辦呢? 我的答案是有得算的,有方法的 是引導他正確地使用 又或者是有節制地使用 最近看了一個叫智慧金字塔的東西 好像是外國一個牧者 將它一層一層,一層疊疊疊地做 我覺得當中有些的原則是不錯的 當然我自己有加了一點自己的看法 他在金字塔的頂部就是講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很難叫我們孩子不用 因為他周圍的朋友都用 但最重要是懂得分辨真偽和適可而止 即是說不要沉迷得太久 亦都不要將自己一些私人的東西 向對方披露 你說地址、電話那些就不好了 另外去到網絡 網絡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說 羅老師,網絡很多資料 很多答案,你去Google找一下 是嗎?一擊就發覺 咦?真的很多資料 但那些資料有沒有出處呢? 他說的話是否真的呢? 要不要比較一下呢? 我經常都說,除了資料之外 亦都需要去多方查證 圖書館,找回那樣東西 專門的書 特別那些醫病那些 我最近就是生了一顆大飛磁 在那裡查一下查一下 很多古靈精怪的方法可以醫治的 結果都是要看醫生最安全 第三個層次去求智慧 就是閱讀 我很喜歡閱讀 一個問題 找一本書 你要聽我說過 閱讀 因為很多的書 都是深化了那個問題 因為我們對於單一的一個範疇 是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覺得 除了網絡 網絡看完一篇文 我就會跟那個時候 跟女兒說 跟我的學生說 我去圖書館找回那本書來看 另外 就是大自然 我覺得一個人 能夠接觸多些大自然的話 你的人生是多些 對真、善、美的 appreciation 的欣賞 又或者 你的心胸是闊一點的 你也會覺得自己渺小 會不會 就是覺得 天大、地大 人又算得上什麼呢? 不會因為自己 懂得很多東西 而覺得自己很厲害 反而覺得自己 其實所知的 是有限 在這裏更加重要 他說 Church 我想 擴闊來說 就是群體 我們的孩子 不是只對著 爸爸媽媽媽 不是經常都只有 爸爸媽媽媽 他要有他的群體 和他一起的好朋友 和老同胞的好兄弟 和他共同進退 又喜歡自取相投的書友 這些朋友的培養 我覺得是很重要 很重要 作為父母 如果我們是獨生子女的話 我覺得更加需要 為我們孩子 培養一群 和他同靈的好朋友 到最後 智慧金子塔 信念 我這裏說 就是聖經 聖經裏有很多智慧 特別針言裏 如何和人相處 如何自己反省 我覺得人 總要有信念 如果你沒有信念的話 你就會在網絡世界裏 被周圍人說的話 令你左搖右擺 人心惶惶 今天就把這個智慧金子塔 送給你 希望你能夠從中得著智慧